翰律師一前一後 布出罰警室 上市公司聖達電業的董事長 陳中庭 因為疑似涉及炸彈案 遭到台北地檢署約談 訊後預令兩百萬元交保 陳中庭堅持自己的清白 上市公司董作 如今卻成了炸彈案嫌疑犯 就是因為檢方接獲檢舉 聖達電疑似在2015年到2017年間 和大陸普天集團配合 透過假交易的方式 向中信銀 台信銀 各榨貸了七百多萬美金 再將貸款挪為假交易的金流 藉此美化財報 檢方發動大規模的搜索 並約談董事長陳中庭等四人 訊後陳中庭夫婦 分別以兩百萬及五百萬元交保 強化訊息安全 同時增加辦公室工作效率 聖達電業資本額將近十億元 以生產電源供應器為主 而普天集團過去就曾和華美店 惹出類似的炸彈爭議事件 不過陳中庭的律師強調 和普天之間的交易 一切正常 我們聖達過去從一百零一年 跟普天的交易一直以來都是這樣 而普天也付過無事次的貨款 他從來沒有正式告訴我們 他沒有收到貨 如今檢方朝違反證券交易法的方向 偵辦 儘管聖達電嚴正博士 強調絕無不法 但究竟是不是被冤枉 恐怕得等司法單位的判決 才能水落石出 記者 侯宇翔 台北報導